蛋仔请全体玩家喝奶茶 连杨幂都出新衣服了 家蛋们家蛋们 蛋仔开队就是要请全体蛋仔玩家喝奶茶呀 仔细听 这是新一波的蛋仔发现金活动 上一波现金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粉丝们不要担心 大家大些没有提现的红包 提蛋已经帮我们全部等额换成蛋币了 粉丝们记得去邮箱里面领取 这次的活动比上一次的金额更大 没错 你没有听错 首先 首次开启红包必得6元 其次 每天参与也是必得现金 红包金额依旧是0.5元到200元不等 接下来是重点 活动介绍说 活动期间累计最低可以得到20元 但是呢 这次的红包是不能直接兑换成蛋币的哦 需要在网易支付中绑定银行卡 才可以进行提现 并且 首次提现需要满10元才能花钱 第二次以及后续 都是满2元可以提现 如果活动结束 还没有使用现金红包的话 就会按照1比10的比例转换成潮流纤维 真的会亏死啊 粉粉们真的舍得吗 最近不是快过年了吗 咱们杨幂也出新衣服了 众所周知啊 杨幂身上除了头上的帽子 就剩下裤衩了 所以 王一给杨幂准备了4条不一样颜色的裤衩 什么 你还不知道怎么换 首先需要找到我们有杨幂的蛋搭子 让她的技能带上这段话 然后在背包中随便装备上一件月器 来到冰露这里 可以看到 杨幂现在穿的是一条黑色和黄色的裤衩 让蛋搭子在冰露旁边拿起乐器 等被冰冻之后解除乐器 然后使用技能币大化 等币大化结束之后 解除冰冻 就会发现杨幂穿上了一条橙色的裤衩 虽然我们蛋搭子重复刚才的步骤 但是这次我们在蛋搭子使用最大化之后 对着她扔出一发技能落雷速 等到技能结束 解除冰冻 杨幂就穿上了一条紫色的裤衩 这样蛋搭子是重复一遍刚才的步骤 这次注意看 蛋搭子使用最大化之后 稍等两秒钟 我们对着蛋搭子扔出解冰冻 一定要保证蛋搭子在冰冻时 对大化效果刚好消失 接下来解除冰冻 杨幂又穿上了一条蓝色的裤衩 迄今为止 杨幂已经有了黑橙蓝紫四条裤衩 我的天哪 平行我觉得 应该其他一些皮肤也有这个效果 等等快去尝试尝试 有新的结果的话 自己来及时汇报哦